那今天师傅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这两种拉球的方式 第一种右脚在前左脚稍后 两脚张开以后呢差不多是肩宽的1.3倍左右 在引拍的时候身体中心下压 走关节前顶前臂向身体内收 球拍向左后方进行引拍 引拍到我们左腹的这个位置 手腕进内曲 拍头差不多是对着左后方 就是我们腹部后方这个位置 他的这个动作大家看到有点像什么呢 将军拔剑的动作 从我们的腰部这个位置拔出一把剑的动作 在引拍的时候我们的拍面 压的是比较低的 手腕内曲 这个内曲的幅度可以根据来球来调整 如果说你是要拉下拳球 是吧 是要揭发球阶段 你可以内曲大一点 因为你来得及 如果说是连续的 在中远台连续进行反拉的时候 这个内曲的幅度可以稍微小一点 保证你快速的还原 然后重心下压 引拍手重心下压 重心放在左脚上 膝盖弯曲 在挥拍的过程当中 腰部带着手臂 向右前上方筋发力 此时前臂向右前方发力 差不多画了四分之一个圆 手腕跟随前臂的发力 向前外展 外展出去 继球过后 大臂前臂 以及我们球拍 几乎成为一条直线 这个腰部的带动很重要 在学习这个 转腰式的拉球 这个腰部带动手臂的这一块很重要 左关节呢 进行一个支撑 保证我们大臂和身体比较稳定 身体转的时候大臂过来 左关节过来 身体转过来的时候 依然还是过来 因为你的左关节稳定好了以后 你的前臂 在发力的过程当中不会散 对吧 如果老是在动的话 你整个前臂的动作就不稳定 然后拍面的调整呢 机球的过程当中 拍面不要压得太实 你影拍的时候可以自然的 是吧 向后 内躯的时候可以压得实一点 但是你在机球的时候 拍面要保证在70度左右 压太实的话呢 会下瓦 特别是根据来球的情况来调整 如果说下拳越强 你在触球的这一瞬间 拍面应该力得更多 并且向上 发力更多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 要体会前臂手腕的放松 能够体会到腰带动手臂的 这种转动的发力 那么你整个拉球就会很协调 那有的人为什么反手拉球练不好 对吧 因为他的手和身体是脱节的 他用不上腰的力量 他屁股在动 有的人是 或者干脆下半身不动 手臂在那里甩 那怎么可能出得了质量呢 刚开始练的时候呢 不用球很高质量 就是体会腰带动手臂 你手臂不发力都可以放松的 带过去就行了 那你慢慢的找到腰带手的感觉了 手腕再稍微的加点力 是吧 前臂往前多发点力 质量自然就出来了 那么拉下拳球也是一样 在揭发球阶段 拉下拳球重心要下压 下压 等弹再出去 这个就是把机球点要掌控好 不能急 重心下压 会有个停顿 把你的腰腹的力量 让这一块带过来 在起下拳球的时候 一定要先保证 身体到位 脚到位 你才能更好的进行拍 如果说你的脚没有到位 落点判断不准 那你手臂的发力就会不充分 在拉球的时候 要体会到你右腹这一块绷紧的感觉 在机球的这一瞬间 这一块的力量是绷紧的 如果你体会不到 可以用你的右胯 稍微的往前顶一下 去体会一下这种感觉 然后左脚 可以稍微的 往前蹬一下 往右前方这样 蹬一下 去体会 你的整个力量 向右前方领的这种感觉 这是第一种转腰发力的方式 进行拉球 现在才能够进行拉球 有什么呢 我还不开心 对 你 我还不开心